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蒋孝文 蒋孝武 蒋孝勇 蒋孝言 蒋孝词 在孝字辈当中 最得宠的是蒋孝文 作为蒋家的第三代长子 蒋孝文从小被蒋家人给予厚望 他从小就得到了蒋介石 蒋经国 宋美龄等人的钟爱 希望其能继承蒋家的基业 但是 施与愿违 蒋孝文对正式不感兴趣 只喜欢过花花生活 蒋孝文这位蒋家的长房 长孙 从小就屡屡做出出格之事 可以说是一个顽固子弟 蒋孝文在淡江中学念书时 成绩很差 成天只想着出去游玩 交女朋友 混日子惹是生非 一次 因考试成绩很不理想 孝文就扣藏了成绩单 并偷盖了蒋经国的印章 蒋经国得知此事后 大发雷霆 拿起一把鸡毛胆子 揪住孝文的耳朵教训了一顿 蒋孝文疼得哗哗大叫 蒋方梁文声感知 忙为儿子蒋情夺走鸡毛胆子 蒋孝文在淡江中学初中部就读期间 除了蒋经国抵宅的护卫负孝文的安全外 蒋经国还让其义子邱明山陪伴在孝文左右半读 邱明山自幼在蒋家长大 蒋介石为他取名蒋孝兵 邱明山称蒋经国为阿爹 称蒋介石为阿爷 蒋经国收他当义子 蒋孝文也视邱明山如亲兄弟一般 两人经常一起学习玩耍 根据邱明山所说 蒋孝文在学校期间经常惹是生非 甚至有过好几次进出西门町辖区警局的记录 蒋孝文有一次因为惹是 被警察抓进了警察局之中 但是蒋孝文根本不害怕 反而指着墙上的画像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警察先是问到了他的姓名 他说叫蒋孝文 警察愣了一下 旋即释怀 台湾也不小 姓蒋的多了去了 于是警察接着询问 父亲姓名 家庭住址 警察正在低头登记 可是半天对面没声 于是警察就抬头看 只见蒋孝文指着墙上的画像说 这就是我的父亲 画像正是蒋经国 但是警察认为这个小混混在闹事 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 在情急之下 甚至抽出了皮带要抽他 蒋孝文慌了 赶紧说 我爸爸真的是蒋经国 你可以去问 看他态度坚决 警察就去进行了调查 原来他真的是蒋孝文 就赶紧把这个太子爷请回去了 为了不让蒋孝文报复 警察局还把笔录之类的东西 全部撕毁了 在台湾蒋家中 蒋介石的长孙媳妇 徐乃景女士 与蒋家的长孙 蒋孝文的婚姻 虽然短暂 却留给世人感动的 憨然泪下的爱情花卷 徐乃景于1937年 在德国出生 祖籍乃是浙江少姓人 徐乃景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她乃是辛亥革命时期 结出民主革命家 徐熙玲的孙女 当徐熙玲死之后 夫人带着唯一的儿子 徐学文逃到国外 然后徐熙玲的弟弟 就出资职子徐学文 去德国留学 于是 徐学文早在德国留学 攻读化学专业 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 之后 在德国认识了德国美女 也就是徐乃景的母亲 中文名字叫徐曼丽 两人结婚之后就生下了混血儿 徐乃景 由于徐乃景乃忠德混血儿 小时候长得也是五官端正 美丽俊逸 再加上良好的家世 乃典雅的大家闺秀 之后 1949年 在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大军 败退到台湾时候 徐学文全家从国外迁移到台湾 在台湾做过一阵子 张脑菊的局长 但由于徐学文的性格内向 对官场政治也是毫无兴趣 转而去经营私营企业 获得一番成绩 徐学文搬迁在台湾的时候 与蒋经国家是邻居 同年的时候 徐乃景与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文 也就认识 并且成了一对玩得要好的青梅竹马 当时 蒋孝文的父亲蒋经国看来 徐乃景不仅端庄秀丽 大家闺秀 再加上人狠从回大方 是自己长子蒋孝文最好的儿媳妇 必然是蒋孝文的贤内助 很早就看中了徐乃景 是自己的准儿媳妇 而且 在蒋经国看来 蒋孝文小时候非常贪玩 犹如一匹脱江野马 徐乃景正好能驾驭他 但伴随着徐乃景的长大 这一对青梅竹马也暂时分开 之后 徐乃景勤奋读书 成为公认的学霸 在中学毕业之后 徐乃景就把英语 法语 德语等几国语言都学透尺透了 之后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 到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念心理学 取得了硕士学位 之后进入了心理学研究所 蒋孝文年轻的时候 在台湾嚣张霸道的事情 可谓是多如牛毛 蒋家上下对这个混世魔王 也是非常头疼 最后蒋介石与蒋经国 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 只能把蒋经国送到了美国读书 在美国读书的蒋孝文 从由蒋家长辈保护的太子爷 沦为普通人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一直郁闷不已 为了排挤心理的压抑情绪 蒋孝文整天苦闷的情绪 整日深陷在酒吧与咖啡厅之间 浑浑噩噩过日子 但俗话说 最能改变男人性情的就是女人 在美国的蒋孝文 在一次舞会中 邂逅儿时的青梅竹马徐乃景之后 性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蒋孝文是一个学渣 似乎配不上学霸徐乃景 但蒋孝文是一个中俄混血儿 乃蒋家三个儿子当中 外表最英俊的一位 五官深邃 高大帅气 可谓是年轻女孩 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自然令读大学的徐乃景 也是怦然心动 另一方面 当蒋孝文看到儿时的玩伴 也出落为一位 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更是轻目不已 于是 两人就陷入了热恋之中 当蒋孝文与徐乃景相恋的事情 传到台湾 蒋经国更是高兴不已 蒋经国一直看准了 财貌双全的徐乃景 是自己的儿媳妇 于是他发电给蒋孝文 让他好好珍惜徐乃景这个女孩 而且 蒋家也发现 蒋孝文在认识徐乃景之后 学习生活都步入了正轨 改变了顽固子弟的浮夸作风 可是 另一方面 学霸徐乃景的父亲徐学文 却不看好女儿与蒋孝文的婚事 他知道蒋孝文品行不端 是一个顽固子弟的品性 女儿嫁过去没幸福 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于是 他曾经劝女儿退学休学回家 避开蒋孝文 为此 蒋家与徐家也曾经闹僵了 可是 在热恋中的徐乃景 也听不进父母的逆耳之言 他反驳父母 没考虑过蒋家是什么家庭 只喜欢蒋孝文这个人 当时深爱徐乃景的蒋孝文 向老爸蒋经国求救 蒋经国也看到 徐家是不同意这一婚事 于是 一方面致电报给蒋孝文 让他好好把握 与徐乃景相处的机会 可以先成家后读书 两不耽误 另一方面 自己也想到了高招 贵为行政院长的蒋经国 一切轻车见从 自己提一栏水果 亲自带礼物去拜访徐家 由于蒋经国乃当时台湾的 显赫人物 徐轩文夫妇也是不看僧面 看佛面 只能认了这一桩轻视 就这样 徐乃景在梅大学毕业的时候 才独单二的他 就嫁给了25岁的蒋孝文 一个美女 一个帅哥 家世相当 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夫妻 婚后的一段时光 这一对夫妻的爱情生活 可谓是非常的幸福与甜蜜 之后 蒋孝文在爱情的滋润下 也是浪子回头 改变了过去 顽固子弟的浮夸作风 变为勤奋上进的青年 在美国勤奋读书 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1961年 蒋孝文与徐乃景 在美国加州步入婚姻殿堂 不久 徐乃景怀孕了 蒋孝文也命令妻子 回台湾代产 第二年 两人喜得千金 取名为蒋有梅 因怀孕单搁学业的徐乃景 在产后便立刻飞赴美国 继续完成学业 之后 在1964年 徐乃景在美国伯克利学校毕业之后 跟随丈夫回到台湾 当时 蒋经国就把这一对夫妻 带到蒋介石夫妇面前 可以看到 蒋经国对蒋孝文的重视程度 是把他当接班人培养 当时 蒋介石希望蒋孝文 这个帅气的长孙 能成为蒋家的掌门人 但蒋经国却把他安排在电力公司 任桃源区管理处处长 负责所辖区域的电费追缴 电力设备的维护等工作 蒋孝文在刚任职初期 工作认真负责 一心想做出成绩 不辜负爷爷和父亲的期望 可是 这一股子热情很快就散去了 蒋孝文无论多么努力 却没有获得升迁的希望 在朋友的奚落语言中 终于开始对蒋经国心生怨愤 闷闷不乐 更是产生垂头丧气 心灰意冷的情绪 其实他父亲蒋经国早已打定主意 计划将电力实业作为蒋孝文 将来从政的跳板 但是 蒋介石心中却另有打算 是安排蒋孝文到军政要部 除人要职 但这一切 蒋孝文浑然不知 当时 徐乃锦作为蒋家的长孙媳妇 是不能从事传统的工作 于是经人介绍到 国际妇女会从事翻译工作 宗旨是为了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 对蒋家从政帮助也很大 当徐乃锦沉浸在工作快乐之中 蒋孝文却由于没有看到 升迁希望 就垂头丧气日渐堕落 过起了以前吃喝嫖赌的生活 又变为过去的顽固子弟 徐乃锦劝丈夫要爱惜身体 可是蒋孝文却放荡不已 甚至通宵打蛋喝酒作乐 夜夜升歌 纵情升月 无疑成了蒋家的败家子 徐乃锦在一边看着也是心烦不已 终于出来混的都要还的 蒋孝文在36岁那一年 也就是1972年4月24日这一天 蒋经国一家正在欢聚 发现少了蒋孝文 徐乃锦四处打听 才得知丈夫在原山饭店 彻夜晚了一直没出来 这时候 徐乃锦有一种不祥之感 于是就到了饭店 推开套间大门 发现丈夫卧倒在地上 当时徐乃锦下的目瞪口呆 才回过神来急忙拨打急救电话 经过医生抢救 才知道蒋孝文由于不良嗜好 引起发病 虽然经过一番抢救清醒了 但是情绪紊乱 记忆丧失 表达功能退化 智力却是严重退化 与几岁孩子都差不多 肢体也处于瘫痪状态之中 与植物人一样 就这样 年轻时风度翩翩 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 因为长期不良嗜好 导致他以后 19年长期卧病在床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当然 蒋家也失去了一个 本可以很优秀的长孙 蒋氏家业也在蒋经国以后 遗嘱他人 在1988年 蒋经国逝世之后 蒋孝文作为长子的模样 出现在父亲的灵堂前 一副不失英亭的模样 也令台湾民众惊讶不已 人们好奇这个蒋家长子的病 好转了 这一切也是妻子徐乃锦 悉心照料的结果 可是 一切好景不长 本来病情好转的蒋孝文 由于承受了父亲去世的痛苦 病情继续恶化 终于在1989年4月14日 因咽喉癌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 享年54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